一天不玩游戏,渾身就不再見 HELLO大家好,我是DOWNRO 今天要聊的遊戲是 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操控一隻小貓咪 去探索這世界的類影和戰士惡魔城遊戲 Gato Roboto 巴哈翻譯夾圖機器人 是由美國獨立團隊Dwingsoft開發 和Devable Digital發售 發售平台於PC STEAM 實物與沮喪 STEAM發售日期為2019年5月 有繁體中文,翻譯都看得懂 STEAM收價為152元 遊玩時間約3、4個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幾度好評 在如今,像素風格的遊戲眾多 玩如成了一股主流風氣 假托機器人這遊戲 也是像是遊戲 但特別的是 遊戲顏色配置才比較單調的單一配色 而且遊戲畫面 還是在螢幕中獨立出一個小畫面來遊玩 令人有種復古味道 真的是非常特別 而遊戲主席人實在講說 主角在巡邏銀河時收到一個未知信號 但這個信號來自廢棄許久的研究基地 為了探查這未知信號 主角來到這個廢棄研究基地 但除了點小意外 主角銀河飛艇開著開著卻 撞上基地卡住啦 主角動彈不得那該怎麼辦 剛好主角身旁有他的好寵物好夥伴 小貓咪奇奇在 沒辦法了啊 你動彈不得只能拜託小貓咪去尋找這未知信號 而找著找著卻查出了一個陰謀 遊戲從頭到尾都是操控著小貓咪 但為了查出未知信號 我們得要深入這廢棄基地 但這基地裡竟然有多種怪物 這怪物也會向你攻擊 而小貓咪一碰到或被攻擊到就會死亡重來 但逐漸探索我們會拿到一艘機甲 小貓咪可以駕駛這台機甲來去對抗 而更深入的探索我們會拿到機甲配件 來獲得二段跳更強大的攻擊瞬移等能力 當然這台機甲也是有缺憾的 那就是不能碰到水 碰到水就會扣機甲壽命啦 但沒關係水關卡當中也有潛水艇可以駕駛 可以超碰潛水艇來去攻擊怪物 你都不說我都懷疑這小貓咪是不是人類穿布偶裝來去扮演的 這小貓咪是怎麼訓練的 教教我啊 遊戲機制很簡單也很單純 就順著主線跑就可以了 雖然途中會有怪物來阻擾你 但這些怪物你攻擊打敗他們 並不會獲得什麼實質獎勵 就單純把路障清楚而已 你過下一張圖再回來 這些怪物也都會重生恢復 這就好玩了 竟然打怪物並不會獲得實質獎勵 這時操作多半是以趕路為目的 讓你玩起來很像在拚操作散怪物 可能途中順手打一下怪物這樣 遊戲節奏呈現非常快非常刺激的狀態 要知道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都有個特點 那就是初期可能會有個房間 進不去你要到中後期拿到其他人力 比如二段跳 比如瞬移 才能再回到初期這進不去的房間 來進去探索攻略 這時遊戲節奏就很重要了 如果趕路的路途設計的太長 就會感覺到脫戲浪費時間 這遊戲並不會感覺到如此 遊戲地圖設計的並不大 一格一格的大小 趕路時 可能你待在這一格的時間都不到一分鐘 當敲怪不是必要的情況 地圖又不大 就會使遊戲節奏快速推進 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非常刺激有趣 不過當然不可能會讓你順風順水的 途中有加入一些解謎機制 比如你可以穿機甲烘掉牆壁 再換成小貓咪來穿行狹小區域觸動機關 或者是有一些強制必打怪物的房間 當你進到這房間前後退路就會鎖起來 你必須得要把怪物都打到才能繼續前進 但都不難難度都恰到好處 而隨著遊戲的進行也會有BOSS關需要對抗 BOSS關就有點挑戰性了 你可能會死個一兩次才挑戰成功 每個BOSS關的攻擊方式都不太一樣 不過只要抓好攻擊節奏 丟人順利推掉BOSS的程度 而遊戲中有多位BOSS 每個BOSS都需要不同的方式來攻略 這些設計的BOSS關對我來說 也還真的很有趣 不錯玩喔 好啦 雖然這遊戲被我吹得很厲害 但還是有一些小缺憾的 比如一些特別難進的區域 進去就會得到稀有道具中的 可以改變畫面顏色的道具 當你擠滿多種配色可以獲得更稀有能力 但撇除獲得能力這一點來看 這些顏色我看多半都是 看久了會瞎掉眼睛的配色 這些配色我看 多半是酷手惡搞用的 而新手教學也都不太完善 一開始主人放生理時 你向右跑 向左跑就是出不去 那該怎麼辦 我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就隨便亂按 亂闖 開設定 到處找找看有沒有線索 就這樣耗了5分鐘左右 才發現原來貓咪可以貼在牆壁上跑啊 諸如此類的 當你獲得新能力 他不是教你錯誤的方法來使用能力 不然就是沒獎等等讓你滿滿懶得哦 不過好 加在的遊戲操作很簡單 就上下左右 立XC加Shift加Enter按鍵而已 不算太複雜 不然要一個一個是肯定會瘋掉哦 再來說到故事 故事是採線索式的方式來編排 找到一個房間然後跟你講一個事件 聽了眾多事件你就能知道故事是在說什麼 而主線故事看到最後我都亂感動一把的 但是BUT 最後的最後 在故事中最高潮的地方 竟然就平淡無奇的帶過了 玩到這邊遊戲Ending 我還以為遊戲有多重結局 跑去看說明上網查資料 沒有 就這一個結局而已 哦 氣氣氣氣氣 這我就不開心了 你前面中間後面都鋪成的那麼好 最後的最後竟然平淡無奇的帶過 我看到都快要牙起來了 這種感覺就像是 你在吃一碗很好吃的牛肉麵 裡面有一塊看起來很好吃的牛肉 你想留在最後再品嘗 當你把麵湯小塊配料都吃完 要吃這塊看起來超好吃的牛肉 夾起來吃一口味道超級普通 甚至有點柴 你心情會不會很幹 當然很幹啊 起初麵吃起來超Q有嚼勁 湯入口都感覺到一絲清甜 小塊配料非常入味 每一口都吃得到精華 最後的牛肉重中之重 對他充滿無限的期待 但他竟然掉鏈子了 哦 會這麼氣是因為 你99%再講一個好故事 最後那一%卻吵吵結束 真的是令人感覺到非常可惜 但你說我會不會後悔玩到這遊戲 我會說並不會 這遊戲超級好玩超級有趣 關卡設計的完全不脫戲 遊戲節奏非常緊湊刺激 Boss戰也很有創意 故事也講得非常精彩 撇出最後那一%的話 遊戲順利玩的話約3-4個小時就能夠玩完 想要全道具都搜索到 那可能需要6-7個小時 總結來說這遊戲我非常推薦 喜歡很像卷卓遊戲 也喜歡類銀河戰士 惡魔城風格的朋友 那這遊戲可以試試看哦 好啦 那我是Stunlow 我在做遊戲介紹的 找不到遊戲完的話 還不妨到我的頻道內看看咧 我會把我玩過的遊戲做個影片介紹 那慣例的 訂閱 按讚 分享 謝謝啦 好啦 那我是Stunlow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沒有訂閱